两者的即兴发挥竟让这部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原来临场反应真的非要让戏更真实 看李线这一脸褶子笑 你就知道这绝对是李线本人了 原来在拍这场戏原本应该是由小猴子 侧过来亲含伤眼一下 但是没有想到现场李线故意逗小猴子躲开了 而我们的小猴子为了一条过 直接解开了安全带 俯身亲了一下 让李线一下子惊得笑场了 可是导演看着这么真实的反应 立马剪进了正片 效果出其意料的好 于是导演便决定 人手一个不一样的剧本试试谁 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的明场面 在一场戏中导演告诉杨子 有吻戏随便发挥就行 却没有告诉李线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 在李线被亲的时候 头往后躲嘴巴往前伸 这大概就是本能和敬业的拉扯了 而在发戏中可以看出 杨子也是试了几次 最后来了一个出其不意 吓得李线直言这样对我不行 于是导演就想再试试 在另一场吻戏中 只告诉了李线 却没有告诉杨子 于是忽就出现了 杨子被逼动后满眼不可置信 但不得不说 咱小猴子的反应是迅速的 看了眼导演就知道什么情况了 就顺着刚才的反应直接捂嘴 哎呀 现场检测天色人啊 不得不说 杨子的每一个动作特别细致 演出了谈恋爱对情感的感觉 而二十几年的演习经验 让他能够把美部剧的角色完全吃头 还时常能够给他观众意想不到的惊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导演打死都没有想到 只是让他来演个风批女杀手金珠花 差点被一个城市连夜打码 那咋不行呢 有钱啥都行 就这一口子的大连方言 动起手来狠得李丰田来了 都要抖三抖 古有李丰田现有金珠花 如果说他跟李丰田是两口子 那东北人得遭老罪了 看着凶狠的眼神你就很难想象到 他在出演这部剧之前 饰演的角色大多数都是正义的 中国一生中的金银潭护士 一个奋斗在前线的护士 回想中的可爱小女警 九亿人中温柔善良的云娘 无不是与现在的形象天差地别 黑土无言中一出场 那拉里拉他的形象乍一看 还以为是哪里来的乞丐 没想到在听到隔壁小女孩被打后 那用酒就要的痕劲 一下子就把女杀手的痕力展现了出来 而在随后的剧情中 一出手快转狠的一带三 尤其是在听到阎红桥的小情人跳楼后 那骨子轻蔑又高兴的样子 简直是把风批给掩护了 下的观众都只敢躲在被窝里看